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拟定要开放在台新移民的亲属 来到台湾度假打工 包括了越南 泰国 印尼 这些国家都在洽谈当中 希望可以在半年内上线 一颗颗饱满鲜红的玉盒包正中席 找不到采收工人 让荔枝农好苦恼 这种水果的特性 如果你在20天内没有采收掉 它基本上它已经没有办法 再有商品的价值 所以对荔枝农来讲 基本上都是抢收 像大叔两三千公顷的话 至少要几万位在里面 才够用 缺工问题其实是整个台湾农业的缩影 根据农委会统计 国内约有一成的农户 面临找不到工人的窘境 全国农业缺工人次 一年短少28.2万人次 其中长库工短缺1.5万人 季节性临时工则是26.7万 也因此农委会推出APP 要帮农民解决问题 不论是工作地点 薪资所得 全都一目了然 上线两个月 目前有200个农场主 祭出优于牢基法实心 瞄准属其大专打工生 而农委会也拟定 要让在台新移民的家属 有条件开放度假打工 可能也是从越南 泰国 印尼 这几个来努力 但是我们初步也对每一个国家 能够进来的度假打工的额度 也是有所限制的 那这个都在进行中 政策美和引进心血 寻求国际合作 农委会力推在半年内 开放国外青年来台打工 希望能解决农业缺工问题 带来许黄金庭 吴博勋台北报导 体育署在三年前开始推广 校园大跑步的计划 鼓励学生在体育课之外 每个星期多运动150分钟 根据董事基金会调查 一千多位练跑的人当中 有八成以上 觉得跑步让他们更加开心 下课时间一到 小朋友就往操场跑 体育署推广大跑步计划 鼓励同学每周在体育课外 多运动150分钟 但同学们喜欢运动吗 还好 因为有时候热天不喜欢运动 下课的时候会去运动吗 会 打完球啊 或是跑完运动之后去洗个澡 现在就觉得其实很舒服很愉快 平常下课时间因为 在那个座位上 这样又很不舒服 就一直坐着 然后就是会去外面 就是走一走 就突然之间就爱上运动了 爱不爱运动答案白白种 董事基金会调查 1109位有练跑习惯者 80%觉得专心度提升 60%更容易入睡 85%认为心情变好 跑步这件事情 这个运动 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可以随时就做的 也不会因为天气 因为它的时间 你有什么顾忌 所以我们先选路跑这件事情来做 暑假即将到来 别忘了外出多活动 家长也可以陪伴孩子养成运动好习惯 一同增进亲子关系 戴爱新闻简缘机台北报导 如果你看见有人满脸红通通 还有许多发炎状况 不要误以为那是长了许多青春痘 而是更难缠的皮肤炎 就遭击 门诊皮肤科医师说 这类型的皮肤患者 大多30到60岁之间 男女比例1比3 30岁的蔡小姐 有着吹痰可破的好符直 但其实8年前的她是这一张脸 酒糟性皮肤炎 脸部泛红 双颊片部秋疹 得靠肋固醇控制 但一停药立刻复发 因为因素很多 所以我们在治疗上 也有不同的武器去治疗这样的酒糟 包括我们口服药 一些口服的消炎药 包括一些外用的药膏等等 酒糟机常被误以为 是青春痘而烟雾治疗 又因为是慢性 反复发作的皮肤炎 不好看的外观 进而影响心情 蔡小姐就罹患了忧郁症 眼睛会泛红 然后会痒 然后会热 因为我以前 对吗 整个疹子是很难出门 心情有点忧郁 酒糟机必须控制患者脸上 如形满虫数量 减少皮肤发炎 医师提醒 这时候千万别乱擦保养品 反而是减少皮肤刺激 不吃辛辣食物 避开危险因子 就能减少 就遭再度恶化的机会 大爱新闻 李明华 台北报道 世界杯足球赛 日本和赛内加尔 在周日的小组赛当中 以2比2划下据点 但是加油团的工作 没有就此结束 在赛后 两边的球迷都流向来捡垃圾 展现出高品质的文化素养 世界杯足球小组赛 在星期天日本和赛内加尔 打成2比2平手 两边球迷在叶卡 减林堡中央体育场外 开心庆祝 现场没有浓浓火药味 只有彼此分享的喜乐 场内也能看见 更胜一筹的运动家精神 日本和赛内加尔球迷 在比赛结束后 一人拿了个垃圾袋 就弯下身捡起垃圾 没有因为赢球的喜悦而忘本 也不因为骄傲 就背叛了根深蒂固的文化素养 这项举动 引来国际媒体排山倒海的称赞 球迷随手的举动 减轻打扫志工的负担 更为自己美好的观赛享受 画下幸福的据点 大爱新闻留人好兵役 接下来大爱新闻旗舰报导 一之旅 把时间交给主播陈竹琪 一之旅一件衣服的旅程 带您看见华丽衣裳背后的代价 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 你最喜欢什么材质的衣服 虽然说宝岛台湾是四季如春 但是现在的夏天 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所以夏天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穿纯棉的衣服 它标榜的是 稀湿排汗又透气 那么到了冬天 天气变冷了 我们就要换穿人造纤维 因为现在的人造纤维 都比较保暖 抗皱而且轻薄 方便携带 只不过不管是什么材质的衣服 制造过程都是要经过染色的 而在染剂当中所含有的 包含了荧光剂 塑化剂跟重金属等等 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成分 而且统计显示 全世界有85%的纺织成衣液 依然在使用化学染料来制作衣服 换言之我们可以说 市面上我们能买到的大多数的衣服 都是有化学成分的 久而久之穿在身上 这些化学成分会经过皮肤 吸收到人体里 对健康多多少少也会造成伤害 我们的特派记者 在孟加拉的街头 实地地采购了10件衣服 花花绿绿的不同颜色 带回到台湾来做测试 看看这些衣服里头 到底含有哪些化学成分 琳琅满目的衣服款式多变 但主要成分大多离不开锯脂纤维 你知道人工纤维像那个锯脂纤维 是材质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吗 不知道 人人穿在身上的锯脂纤维 究竟是什么物质 很多人不了解 其实它是一种塑胶材质来自原油 完全不产油的台湾 从国外进口原油 经由石化工业变成两大类 一为汽油 柴油和煤油等能源 另一为乙烯 丙烯和丁二烯实化原料 在经由化学反应变成锯脂 耐龙 压颗粒 聚丙烯这些人工纤维 人工纤维是130年前的重大发明 没有它之前 人类靠着棉 麻 毛 丝 这些天然纤维制造衣服 但现在人工纤维取代了多数的天然纤维 全球纺织纤维用量66%以上属于人工纤维 所制造出来的就比较轻薄 但是比较耐寒 人工纤维的布料 保暖 防皱 不缩水 但少了天然纤维的吸汗和透气性 于是市售衣服走向混纺材质 让布料兼具两者优点 如果百分之百棉 你看以前衣服做出来洗一下水 就缩缩很多了 但是现在我们设计里面加一条泼丽丝 它的缩水就会缩到 传统的棉的大概7%到8% 圆形的织布机密密麻麻的纱线 在机器运转下 人工和天然纤维交错编织成布料 织出来的时候 除非是去拆解 不然外观里分别不出来的时候 里面有什么 这里是孟加拉的一家纺织大厂 这个仓库里面堆放了800公吨的胚纱 里面有人造纤维 天然纤维 混纺纤维 不论是哪种材质的纤维 制成布料后几乎都是白色的 那么如何变成色彩缤纷的衣服 得用染剂来染布 染色是衣服制成污染最多的一环 不论染布还是染纱线 都需要大量的化学染剂 把950个桶纱层层串联 这个重达一公吨的纤维原料 得用机器手臂吊起来 再放入巨大的染缸内染色 桶纱经过染色之后 含水量百分之百 因此拿起来非常的重 要经过这个脱水机把其中的75%的水分去除 染疹过程大量耗水 多数染剂没有被沙线吸收 因而流入废水 但留在布料和沙线的染剂 对人体就完全无害吗 很多它是用化学染疹 包括它的化学的用荧光剂 这些东西在制成衣服的时候 特别是对女性它的胸部 还有比较重要的器官的时候 它是属于粘末组织 它会直接吸收到 这些布料残存的化学物质 所以会导致癌症的病变 从纺织原料到成衣制成 可能用到8000种的化学物质 一旦前端制造厂把关不严 卖到市场的服饰跟着租包 这件衣服全部都是孟加拉本地制造的 我们实际在当地的摊位 购买两件成人的T恤 以及两件小孩的Polo 3 记者沿街购买了10件衣服 把每件衣服放入夹电袋 带回台湾 检测人员取一小片衣物 剪碎之后加入网水 再加热摄氏100度一个半小时 融出衣服内的重金属 最后放入质朴仪 在铜这一个项目 四个样品的浓度比较高 孟加拉制造的10件衣服样品 有四项的铜含量非常高 虽然台湾法令还没有对 衣服残留的重金属铜 定出危害标准 但和农田比较 发现其中两件衣服的铜含量 竟然超过土壤铜含量的监测值 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安心吗 那穿在身上也有可能 然后透过寒衣 然后跑到我们的皮肤上面来 长期摄取一些重金属 所以它会造成它的记忆力衰退 那甚至有些人会有一些神经眼 化学物质隐藏于衣服 全球有80多家的国际品牌和供应商 承诺无毒化生产 但仍有85%的纺织成衣液还没改善 最好的方法是在从源头开始 从一开始就不使用这些 对环境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会比在最末端去做管控筛减 要来的更有效果 如何淘汰有害的化学制程 让人人穿得健康又安心 得回归透明化的生产方式 全民一起来监督 绿岛是热门的旅游胜地 但是只有一间卫生所和安康诊所 其中卫生所只有9位医护人员 但观光背后溺水摔车等事故伤害频传 明年绿岛近三年十大死因之一 但当地能够看医生的却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绿岛卫生所 一个是安康诊所 绿岛不方便是在医生不足 你遇到重大疾病的话 大部分都是出去外面比较多 2018年5月17号 绿岛新建卫生所大楼正式落成 增加急诊观察室 健儿门诊及注射室 也够入新X光检查仪器 但却空有硬体 没有医师 他们都是24小时 医生都全都待命的 其实像公费生你到绿岛来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热忱 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 这会没有 陈佑军四年前自愿到绿岛 即使公费服务期满 和居民有了感情流润下来 卫生所目前三位医师 六位护理人员 要扛起数万游客与居民的健康 2018年多开一个医师缺 却无人应征 我不认为病人有什么情况 我叫个救护车就好 这边你要叫船跟叫飞机 我那个危险 我回答案相对比较小一点 离岛不像本岛 就是说我们除了服务之外 想要有一些进修 比较没有管道 这个是我休息的计划 就是你要有时候没有病人 就会稍微躺着休息 生活简单 住家即是诊所 面对绿岛医师告诉的流动率 陈兆龙一待四十年 本身也是绿岛人 我知道说本身这边属于绿岛 我的医疗资源都很缺缓 决定回到绿岛的自己的家乡 再继续开诊所 替到危险服务 还要煮礼物 会休而已 有一点会休 对 绿岛居民阿梅阿的大女儿 三十多年前 曾在鬼门关前被陈兆龙救回一命 钓斑鱼啦 就都翻监了 我趕着陈主任去团 抽针打针的机会都没有啦 我说先做CPR急救啦 他好像有做来急救以后 他去恢复他的生命 当年被救回的小女孩 如今远嫁到台东 也有了自己的小孩 很不错这一生真的很好 我很庆幸我能救活 感谢爸爸妈妈还有那个义士啊 这样子 真的是老天爷对我太好了 是那个赌人的救生啊 如果我们在那里难的 不管你下班 他下班的时间 他也是会来的 还是要玩笑丢啦 四十年前 以卫生所主任的身份守护居民 40年后住守诊所一直都在 我吃吃吃喝酒 吃苦肉 吃苦肉 你看他多年 看苦肉 像小孩一年就知道了 他就要服务 他就要服务 却是退休 只是退而不休 自己目前还能够懂 还能够看 还是继续会病人服务一下 闹医师慌 却还是有愿意蹲点热忱的医师们 24小时随时待命守候绿岛 但挑战却不仅如此 在云江南捐血中心 有一位捐血人张国森 39年共捐了2000多次血 他说太太生小孩时 曾经紧急需要用血 因此深刻体会捐血救人的重要 张国森每隔两周 就会到捐血中心报道 这已经是他2116次捐血 是云江南捐血中心的记录保持人 开启他捐血动机是39年前 开车再到女学生去捐血 是一个大男人身体那么赚 怎么不能怎么不想要捐呢 张国森的老婆生大而止时 因为胎位不振 剖腹即用血 就是在一两个小时里面就马上送了世代血 当时就让我一种说 冲除以后 捐血就 免延不断 曾经说过他都不敢出国 因为出国有时候怕有到疫区 那回来会受管制 所以他也非常注重健康 要帮你夹针了 谢谢 深深体认到捐血的重要性 他还签下死后捐出大体 那一个躯体 你的器官能够救人 能够让人家用 代表你的好像生命 在持续地看顾的这个世界 生前捐血 死后捐躯 热血行善的张国森 且要继续捐到70岁 不能再捐为止 大爱情报级新王昭中 谈谈报导 此际美国总会大爱蔬果车 固定会送新鲜的蔬果 到墨西哥裔 低收入家庭居住的社区 这些家庭常常三餐不济 志工对民众的关爱 怀使的居民也开始有了善的回馈 此际美国总会大爱蔬果车 第四度开进维拉卡尔塔小学 好 你能帮忙吗 低收入民众带着雀跃的心情前来 领取物资的队伍排得井然有序 有更多食材 材料 乳酪 乳酪 全部都很好 我的儿子喜欢柠檬 还有鸡 他爱鸡 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愉快 谢谢 玛丽亚没有工作 经济拮据 志工送来的蔬果和物资 足够他们一家吃上大半月 领取物资的队伍中也有三个华人家庭 他们说能在异乡看到相同肌色的人 感觉特别亲切 我来那么十多年了都没有来过 是第一次 领到很多食物 我一大乡都很高兴的 因为从来都没有领得那么多 谢谢啦 同样的食物发放在威明顿社区门诊中心 也是每个月都有一次 附近的居民九成以上是墨西哥裔 收入不丰 志工的关怀带动了社区的向心力 一个很好的计划 是帮助家庭的经济 非常帮助 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 他们常常吃热色食物 吃的人都很胖 我们开始供应他们新鲜的蔬果 他们也很高兴 因为说真的那些蔬果 我自己在外面都有 都买不到 大家新闻 这是美之沟 美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新闻最后画面带您到中国大陆 来看看第二国宝川金丝侯刚出生不久的模样 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 祝福您晚安 再会